一尾一听坏了 这老东西肯定是给我告状了 刚要分辨两句 道光皇帝性如烈火 哪容得多说呀 小干嘛老头上前 哐就是一脚啊 踢在了大阿哥一尾的小腹上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 咱们填一个前些日子流血的坑 今天这个视频 是前两天 一个小专辑的完结篇 多好啊 您看我 后的吧 咱们呀 做了两期紫禁城内 断红桥的视频 好朋友们就问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流传更广泛的 关于这道光皇帝 踢死太子的版本 你还没说呢呀 您别急呀 我知道吧 这个故事啊 知道的人可是不少 可是的我呀 不是那一班二班的说书人不是 我一定得呀 查查钢剑 对史料啊 好好的挖挖 巴巴 再给您说书不是 关于这个版本啊 他是这样说的 咱们都知道啊 这道光皇帝啊 是有情一代 唯一的一位嫡子继承皇位的 也就是大老婆生的孩子 即便是秘密立储 满朝文武啊 后宫嫔妃 也都知道呢 这个绵宁啊 他惹定了日后能继承皇帝的宝座 可是呢 也有烦心的事 这绵宁啊 大婚以后 他没儿子 这件事呢 让他是整天的愁眉不展 早也盼是晚也盼 日日夜夜的 为了这点活忙活 呃 是不是说多了 这姑了是不是应该掐了不拨呀 可是他功夫啊 不负有心人 终于啊 有喜心了 不过这怀孕的呢 他并不是正福进 也不是侧福进 是一位啊 扶持皇子的丫鬟 要说这丫头 这肚子还是真争气 一生啊 就给这皇阿哥 生了一个小阿哥 绵宁啊 他还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绵宁这么多年以来啊 他一直经营着自己一副 清心寡欲的形象 好家伙 您这跟丫鬟都生了孩子 还谈什么清心寡欲呀 他要是传出去呀 好说他不好听啊 还好啊 这皇帝爸爸嘉庆啊 倒是非常喜欢这个皇长孙 给取了个名字 叫爱勋觉罗 义伟 并且呢 在十二岁上啊 就封这位皇长孙啊 为多罗贝勒 还指派当时的第一巴陀罗 贵名 进宫啊 教这义伟公马骑射 可是这孙子呀 不是 这皇孙呢 他性情顽略 据说呀 只爱骑射 学业呀 是一点也不上进 没过几年呢 这道光呢 就登上了皇位 这皇孙阿哥 就变成了皇子阿哥 有这么一天呢 义伟在上书房读书 这老师就说了 阿哥读书要勤勉 将来继承大统 治理天下海燕和清 此乃国之性也 正在昏昏沉沉的义伟啊 瞟了这老师一眼 就说了 我要是当了皇上啊 第一件事先砍了你的脑袋 整天的跟我这啰里巴缩的 一边待着你的德了 废话这么多 其实啊 咱们也能听得出来 义伟这话 纯属是半开玩笑 谁想的这老学丘啊 哪受得了这种侮辱啊 转眼就在道光跟前 告了义伟的状 道光皇帝啊 他本来就不待见这大阿哥 为什么呢 因为义伟的妈妈 何飞是宫女出身 并且这小子呀 他玩略不话 不招人待见 无奈呀 这自己呀 已经登基十一年了 倒是生了两个儿子 怎奈呢 他早上半路啊 都夭折了 他无奈呀 只能对这位大阿哥义伟 他报以厚望 一听这老师说呀 这孩子如此不争气 天地君亲师都敢捂念 他哪里个凶啊 我看这个小子 不打是不中了 把这大阿哥给我找来 当时啊 义伟正在宫里的南书房读书 道光呢 住在圆明园 义伟还以为这爸爸呀 他有赏呢 屁颠屁颠的跑来了 皇上一见面啊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大阿哥 就问了 是你 骂老师来着 以为一听坏了 这老东西肯定是给我告状了 刚要分辨两句 道光皇帝性如烈火 哪容他多说呀 小干嘛老头上前 哐就是一脚啊 踢在了大阿哥 一尾的小腹上 这大阿哥硬生倒地啊 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抓着头发 满地的打滚 道光见此情景啊 也觉得自己的手啊 可能是下得太重了 命人啊 把一尾抬回去养伤 谁想啊 只两天的功夫 这大阿哥因为这伤势太重 夹气攻心 尿袭了 死了 道光皇帝啊 扶在这一尾的棺材上 痛哭不已 哎 真后悔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这家暴害死人呐 从此以后啊 这皇上啊 就郁郁寡欢 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有一天啊 皇帝路过紫禁城内的断红桥 无意间呢 看到这东边望柱上的一个小狮子 只见这个狮子 一手护头 一手捂着肚子 满脸啊 呈痛苦的表情 这皇帝啊 一看就想起自己的儿子 一尾来了 有心毁了这条望柱吧 一琢磨呀 这也是对死去儿子的一点念想 算了 还是用个黑布套啊 把他套上就得了 从此啊 只要皇上在断红桥路过 这东边南鼠第四条望柱上的狮子 就多了一件 黑布斗篷 要说这两天啊 我还真没闲着 一直在查阅资料啊 佐证这个故事 青史稿和宣宗实录 对一尾的死啊 并没有太多的提及 只是说呀 腹痛而亡 有人说这个故事啊 出自一本书 叫做老太监的回忆 我还真在旧书网上找到了 翻看以后啊 上面关于这件事情 也是聊聊几行字 只说这道光皇帝的震怒之下啊 踢了大阿哥的下题 一尾就不治身亡了 也根本没说这段红桥 是上狮子的事 翻阅这宫女潭网路 等旧刊呢 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看来啊 又是导游编出来的桥段 我还特意咨询了 在内科工作的朋友 被踢中下体的人 他到底会不会死 答案是否定的 肯定不会 可能会因为疼痛 休克致死 可那是立刻毙命 不会等到抬回去 放了两天再死的 要是这种说法成立啊 一尾很有可能是死于 干脾破裂导致的内出血 这种死亡啊 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原因来的 所以啊 一尾被倒光一脚踢死 那很有可能是胡说八道 您看啊 我还说别人胡说呢 我这不也巴巴的说半天了吗 您觉得这事可信吗 留言啊 咱们一块掰扯扯扯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